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老婆計程車諮詢網 我是大毛星哥 今天我找了一個妹子 來跟我們一起吃午餐 順便拍車子 那她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現在就要去找她 走囉 各位觀眾 這位就是我們GTI一起吃飯的妹子 她叫Kimi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圍推廣的Kimi 我的頻道主要是 分享泰國旅遊 泰國生活 如果你對泰國任何美食生活上的問題 你來我的頻道 你一定找得到你的答案 那你知道這台車跟這台車是什麼車嗎 應該是 如果今天我會在這裡的話 這兩台應該是泰國的車吧 沒錯 它是本田然後泰國生產的車 那這兩台車在台灣也非常有名 你這台騎的叫做CT25 CT25 那那一台呢是叫Monkey 不過我想今天我們不是主要來介紹摩摩車 是主要來介紹Kimi的 因為我們想說跟泰國有一個連結 我記得我們聊的時候 你說你之前是空姐 還是現在也是空姐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狀況是什麼 就是居住在泰國本地的泰國空服園 OK 然後是台灣人 所以現在回台灣 現在回台灣 度假嗎 度假 放假 剛好有休假 所以回來台灣 那有沒有一些在台灣推薦 不錯的泰國餐廳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啊 讓我們在台灣也享受到 泰國的風味 對對對 那有沒有推薦的餐廳 可以 因為我很多都是很愛吃泰國料理的泰國 算是台灣粉絲 對來自所有華人也有泰國的粉絲 然後他們就有推薦我樹林區有很好吃很好吃很道地的泰國美食 雖然我自己也還沒吃過啦 但我很相信我粉絲的口味 對 所以今天就帶著你們一起去吃看看 好 那我們就騎著車出發 然後聽說你是第一次騎這種車對不對 對 我是第一次 以前是騎蘇克達 以前是騎蘇克達 以前是騎 對 一般的摩托車 我也不確定它是不是叫蘇克達 好 反正這台車很簡單 它就是跟蘇克達差不多 就是不用拉離合器的 好 所以待會我們出發 應該沒有太困難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準備單安全帽走囉 走 耶 我們到了 要準備去吃飯了 是你能夠餓了嗎 餓了超餓 我也超餓 走走走 快帶大家去吃 大家餓了嗎 今天呢 要帶你吃泰式料理 對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個菜單有夠大的 各式各樣 都是泰國的料理 Cinder哥有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東西 你平常會吃的應該是這個吧 泰式酸辣湯 東陽公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我在泰國吃過 泰式炒河粉 那還有什麼推薦的 必吃的 必吃的喔 如果在台灣的話 在泰國 必吃的應該是泰式酸辣湯 然後 炒河粉 然後在泰國還有一種寬版面 它叫做 也是叫炒河粉 當然泰文是叫Pasiu 比較大一點 Pa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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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比較寬版面的 然後最經典的應該是蒜 檸檬魚 最經典應該要吃那個下面那個 涼拌青木瓜 對 送丹 送丹 中文好像方成送丹 然後涼拌青木瓜 老闆是不是真的很 很道地的泰國人 是不是要 泰文跟他點菜 好啊 只有他聽得懂就表示 表示他是泰國人 表示他是泰國人 然後 三小吃 三小吃 都要垂大 一個 然後 三小吃 OK 然後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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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一个泰式炒面对不对 炒面 等一下 刚刚在这儿我完全听不懂 不知道他在讲 我又觉得有来到泰国的感觉 有来到有回到泰国的感觉 是完全听不懂很好 所以我们刚刚点了一个泰式酸辣糖 一个泰式的炒面 它上面是写炒面 然后它是泰式炒河粉细面的 所以它会做海鲜的 然后会点一个泰式炒河粉猪肉的 那个叫做巴西乌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巴托 就是炸鱼 泰式的炸鱼 加下面那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点了四道 我们还点了一个松丹 还有一个青木瓜沙拉 所以只五个了 这样吗 等一下好 老板娘好忙喔 很可爱老板娘忙进忙出 而且你们知道吗 刚刚其实一开始点餐的时候 老板娘说她今天没有去市场买海鲜 所以我们如果点海鲜类的 蝦子类的 她可能是没有的 但是老板娘想说 蛤什么 我们来拍片 怎么可以没吃到海鲜 她刚刚就请她的姐姐去旁边的市场 去买蝦子回来煮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有蝦子可以吃 那所以我觉得等一下是不是在煮一些东西 然后不用煮 就是不要饭嘛 就对 炒饭是有名的吗 炒饭 我觉得炒饭还好 还好 还好 要炒饭齁 炒饭不要 不要熬它 不要熬它 他老三 嗯 三 四 他 菜 他仰 五个这个吗 先这样 好先这样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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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这一道刚刚这个托盘上的呢是目前持生见过最大的泰士草盒粉 超大一盘 他刚刚上来有吓到耶 对 他是用拖盘装的泰士草盒粉 可能找不到最大的盘子 这就是这家店最大的盘子了 那这个呢叫做帕太 那我们来试试看 闻起来有有耶 有那个很相似的味道 吃起来不知道如何 花生粉 花生粉 对 嗯 它炒起来很Q 然后有那种硬硬粗粗的那种口感 嗯 它应该是蚝油的那个泰士蚝油 对应该是泰士蚝油 嗯 然后我觉得跟泰国吃起来 这个会比较偏咸一点 在泰国还会再吃到一点点的甜味 嗯 确实是比较咸一点点 对对对 然后它是比较偏硬的面体 嗯 跟一般我们吃的河粉 可能 没有那么硬 这个的我觉得比较硬一点 它有点会像那个 意大利的意大利面那种感觉 有一点面生的感觉 嗯 对对对 可是对你来说这样算道地吗 对我来说喔 这个的话我觉得 在泰国会再软一点 软中不带烂 对 那这样给过吗 给过给过 味道 口感上给过 然后味道它是比较咸一点的 如果 嗯 我给过啦 我给过 我给过 这样其实我觉得有八七分过快乐 八七分过快乐 好 不能再高了 我们没吃到虾子 没吃到虾子吗 我也好 那我来吃虾子 然后我刚才有注意啊 它是有剥壳的 然后我讲完之后 我发现我的没剥高壳 哦 不过它是至少有去沙场的 有有 通常在泰国呢 吃虾子 海生类 甲壳类的 它都是会帮你先剥好所有的壳 让你很方便的吃 算是软人剥虾 就是一定要去泰国吃 泰国会把你养坏 因为它会让你忘记怎么剥壳 因为都把你剥好了 对 它刚刚帮我拿筷子的时候 帮我把那个拆开 让我也觉得 有在 被服务的感觉 对 希望老婆看到这段的时候 不要 那个回家 不要让我快算白一些 直接关掉影片 它虾子吃起来也蛮弹的耶 真的吗 嗯 蛮弹的 但是它 可能鲜甜味没有出来 但是它很弹 就是在泰国吃的好像 虾子会再大一点点 对对对 虾子会再更大 然后那个剥壳的地方 它会再开一些些的感觉 嗯对 那本来因为今天没有吧 对本来今天没有 有了我觉得就应该觉得很开心 对 也有加分了 对 我要先吃西木瓜 好 它这个有虾酱 会辣吗 会辣吗 会辣 你等一下等 等它评论一下 好 来咯 我非常的好奇 哦这个有像耶 嗯真的有像喔 百分之百像 因为我觉得这个 跟我平常吃到的很不一样 味道完全还原 它这个酸跟辣都 跟泰国的酸辣 是一模一样的辣度 它是有点萊姆酸 然后呢 它的辣度呢 是在泰国吃到的青木瓜沙拉 通常如果会做的话 它都是辣到 一开始你吃进去 会是那种清爽清爽 然后它的辣度是会慢慢的晚上 提升提升 然后辣到舌头舌尖的这个部分 而且我觉得它青木瓜沙拉的那个 湿很脆 很有脆度 因为有一些可能会已经 软软 烂烂的 的那种口感 但是它吃起来是很有脆度的沙拉 所以刚保莉布说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跟我平常吃到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这个真的 然后它平常吃到的好像 它的虾酱不会这么的明显 或者甚至有些没有加 它有虾酱的味道 对这个有 这个很还原 果然是要专业才知道 然后通常在泰国吃青木瓜沙拉 它其实还会再配糯米饭一起吃 糯米饭 嗯 配着糯米饭 所以就是会 糯米饭配着青木瓜沙拉一起吃 它一个呢是 有点像是中和它的辣度 因为你吃糯米饭的时候 它可以吸到一些它的辣味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 喔好辣好辣好辣 嗯 它有一个这样的作用 但我觉得它的辣度啊 它这个是真的是小辣的 因为通常如果你在泰国 我跟他说 喔老板我要小辣 他出来还是会辣到 你会生甜 如果你跟他说你不要辣 他会把你赶出去吗 不会 他会说 没有辣不好吃 喔 喔 所以你要如果是不吃辣 你要跟他讲说 连辣椒都不要放 他才会get到你的店 喔 因为通常我们去泰国旅游 不是都会跟他讲说 喔老板不要加辣 不要加辣 他对于辣的定位 跟我们不一样嘛 所以他就会想说 喔不要加辣 那我就 好放 他的小辣可能是这样 我们的小辣可能是这样 对 那所以在泰国如果 我说不要加辣椒要怎么说 喔 如果说不要加辣椒的话 你就跟他讲 麦陪勒 就是完全不要辣 就是麦陪勒 勒 勒 就是一点辣都不要放 就是勒 勒就有点像那种 完全不要 麦陪勒 就是完全不要辣 好这句今天最重要 要记得记起来 大部分大家可能在教学的时候 或者是跟大家讲说 要怎么去泰国跟他讲说不要辣 他就会跟他讲麦陪 泰国人听到就是 蛤麦陪 他就会觉得 啊不要辣 不要辣不好吃啊 他会跟你说 麦陪勒 他就说麦陪勒 麦陪勒 然后你就会想 蛤 真的还假的 然后水他还是会放辣 所以你要跟他讲 麦陪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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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他就喔 勒到你 勒到你 不然就会一直鬼打架 对 不然你怎么点 他都还是会辣 这个要学起来 如果不吃辣 就是这句非常重要 接下来呢 这一道呢 是泰式的酸辣汤 叫做什么 通阳公 现学现卖 没有这本来 就我偷偷会的东西 就偷偷 就偷偷就会了 刚刚啊 在老板娘煮饭的时候 我坐在这边偷听到他说 他要把大虾子放在泰式酸辣汤里面 小虾子他会放在泰式的炒盒粉里面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虾子大不大 喔 有吗 有大吗 比刚刚大只啊 就是头大一点点 对对没错 头大身体小的就比较像是泰国的虾子 没错 嗯 然后对真的有比炒盒粉再大 大实 好我们来试试它 来个金针菇 我先头头喝一口 好 浓郁的椰奶味 我觉得不够辣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泰国吃的那个酸辣汤之后 第一口汤喝完之后 要马上喝水 是我剩下的东西都没有味道 哈哈哈哈 在汤这个不够辣 它也不够辣 但是酸味我觉得很舒服 所以这个给过吗 这个 这个我觉得 鸡胸飞过 在泰国喝起来他的泰式酸辣汤 我觉得会再更浓郁 它这个我觉得我喝起来 会有点比较水一点点 台湾的味道 台湾的味道 比较台湾的味道 就椰奶比例没那么高 对对对对对 椰奶比例没有那么高 然后辣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刚才有调成成小辣 所以这也是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 对 那至少喝完之后 你不会需要去补水 至少觉得舒服的味道 对对对 喝起来是舒服 在台湾觉得OK 嗯 没错 再来下一道呢 是泰式的无锅鱼 泰式的算是柠檬鱼 然后它是用无锅鱼下去料理的 然后它上面白满满的辣椒 感觉看似好像会很辣 看似的吧 嗯 我们来试试 我觉得上面是不是那种 像是酸甜甜甜辣酱的感觉 嗯 就没有那么酸 对 比较甜 然后柠檬我觉得 嗯 可以再多很多 如果知道如果是甜甜酸鱼 甜甜甜甜 糖醋鱼 糖醋鱼 对对对糖醋 如果是糖醋鱼就可以 对 但它至少我觉得整个鱼 皮炸的是酥的 嗯对 但我觉得它这个 我自己觉得是有点点偏台式的口味 嗯 对这个有 以泰国的角度来看 泰国好像 比较没有这种糖醋 嗯 的感觉对不对 的感觉对 比较没有糖醋 啊我想到了 泰国有一种 嗯 它是先不会把酱淋在上面 它是炸的很酥很酥 它是用直接油炸那种高温下去 把整个鱼炸到很干扁 嗯 然后很脆 然后再另外它会再搭配上一个酱 然后吃的时候再放上去 然后吃的时候再用沾的 然后一起吃 我发现泰国很喜欢吃炸物 因为他们很喜欢那个酥脆的口感 哦 他们喜欢有吃起来有那种 乔乔乔乔乔乔的那种口感 所以 这道我就觉得 没有到那么的还原 但还是好吃 但是还是好吃 这个我觉得它是比较添 台湾人的糖醋鱼口味 然后再带一点后劲的辣度 有辣味 下一个是 河粉吧 这是军中的那个 容器 然后我们现在要吃的这道呢 叫做巴西乌 然后它是比较偏宽板面的 然后它是比较偏宽板面的 然后在泰国是 都可以看得到的 很家常的 入边摊的食物 在泰国很喜欢 用芥兰下去炒菜 炒面啊炒菜 它很喜欢放芥兰露菜 来 这个有香 这就是所谓的锅器 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锅器 就是有点焦 但没有焦 对对对对 在泰国呢 它就是有一种 就是这一种 通常都是会带一点锅器的 不管你去吃哪一家 它都一定会有这个锅器的味道 只有分重跟清 就是浓郁跟清淡的锅器味 这道跟刚刚那道炒面 哪一个分数 你的分数比较高 这个 我也是这个 这个的分数 我觉得比较高 它真的有 它这个有还原吗 这个有还原 因为锅器的关系吗 除了锅器的关系之外 它的面炒出来的Q度 它还原也很高 它是那种Q中带一点弹 然后吃起来 你不会觉得过硬 它是很刚好的厚度 所以你吃起来是很舒服 很好入口的 就会又想一碗接一碗 对是很刷水的那种 这样应该有至少快两公斤 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这次炒面量真的是很多 我发现就是 可能老板娘会一直推出那种隐藏版的菜色 不知道大家来点的时候 会不会也点到这么大一盘 但是我们刚才想说 如果来到泰式餐厅要喝一点点泰奶 所以我就去问了老板娘说 有泰奶吗 之后她就说没有耶 然后说她就旁边喝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 所以她就给我们的一壶 它冲出来的泰奶 所以大家如果要点到这个分量的话 可能就要拿我们的影片截图 跟老板娘说我要是动不动 我要这个还原这个 菜单没有 但是嫌疑要吃到吃得完 对银腸拌菜单 对 然后锅器来源一下没有 对锅器来源 把它给特写一下 就是有点点焦 但只有这一块啦 其实大部分是好的 这道真的好吃耶 嗯 既然这种东西它的口感比较扎实 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通常都会跟牛肉猪肉那种 需要咬比较久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跟这个搭在一起 其实意外的合耶 然后这道菜它它有湿的草和粉 它是把它弄成像汤一样的 然后那个它也会放芥朗 再加水就可以了吗 嗯它会变成有点勾勾的 有点像勾芡 它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然后再带点勾芡 然后再带点汤的勾芡 有点像在吃肉跟汤有没有 然后会有那个汤的那种勾芡的感觉 还蛮特别的 如果就是你们有去泰国玩的话 一定要带你们去吃吃看 泰国没有吃过这种 那种就是湿的这种 对湿的草和粉 是很不常见的菜色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需要试试看 我觉得下一次我们找机会 就是要骑着车去 然后去骑摩托车 然后去找它 就是要去骑车 骑车找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影片 那记得订阅小老婆频道以及 Kimi握握手的频道 那我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八点 都会更新新影片 大家要持续锁定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大魔王Singer 那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拜拜 我原来是这样 我原来是这样剥壳 不知道我乱剥的 又学到一招 泰式剥壳吧 哈哈哈 看电影 我们下期间 在那边 我们下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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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间